治狗狗挑食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呢 拿手喂饭 它是你祖宗吗 打它饿它 同样no no no 咱不提倡虐狗 用我的方法不出三天就能纠正明白 挑食其实就是它们自信的表现 只要我坚持不吃饭 你就得哄我 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本加厉 一边享受着被疼爱的感觉 一边沾沾自喜 我自己果然是这个家的老大 你要想治它 只能跟它打心理战 把狗关进笼子里 再请来一位狗嘉宾 饭盆只给它再挑食的狗 亲眼目睹同类胡吃海塞 自己只能闻闻味 心里已经忍不住了 这个时候你再给它吃什么 它就得吃什么 但还有一些狗啊 它就很酱很有肿 饿得都吐黄水了 还是不吃 这个时候不但要它继续饿 还要带它出去溜弯 多度运动会产生饥饿感 这堪比后鸟养的生活 狗也不乐意过 直接破功开吃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提前准备点葡萄糖水 硬罐也好 掺在水盆里也行 给它补一补 防止它真的恶休克 但关键 还得是你 一定要让狗狗看到你的态度 别被它拿捏了 啥臭毛病 都能给它拧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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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这种情况下